楚慧王他後來受騙上當被扣留在秦國 應該超級後悔的 因為誰叫他不聽屈原的話 秦昭襄王約他去五官會盟他就去 結果後來連王位都丟了嘛 對 因為他覺得去跟你見面 沒什麼大不了的嘛 對不對 都去見 至少是呈現一個君主該有的一個氣概 可是發現說他被軟禁下來了 被軟禁下來以後 原來他所做的那些會盟都是假的 他其實被軟禁 被軟禁呢 那就只好想辦法去逃脫 逃脫出去 即使他有逃脫出去 只是很多人都不敢收他 怕得罪秦國 所以最後又被抓回來 是這樣的 最後抓回來以後他還是很有骨氣的 他就說那你給我的什麼東西 我都不吃 他就堅決去抵抗 所以為什麼叫做懷王 大家會懷念他 這個楚國這個君主 還是有他的一套本領的 懷念耳根子這麼軟的君主 對啊 所以你看這個秦朝末年的時候不就是這樣嗎 他後來的這些君主還是叫做懷王 就懷念他 可是他後來又把屈原給流放 對啊 我是說秦朝末年的時候那一段 那時候大家還是想著說 我要懷念楚國 所以名字那個異地還是叫做楚懷王 所以楚懷王在楚國人心中分量是很大 可是請襄王就不那麼想了 請襄王後來因為做的是 把這個屈原就放得更遠 因為他根本就不信任他了 那不知道說屈原他會不會懷念他 因為他這次被流放的位子又更遠了 對 那他到底是懷著什麼樣的遺憾爆石頭僵呢 我們一起看下去 在秦國殺人的楚國太子熊和 也就是未來的楚請襄王 逃回楚國成了秦國出兵的藉口 兩年後秦國以楚太子殺秦大夫為由 來進攻楚國 那當時楚軍大敗 陣亡兩萬士兵 連將軍緊缺也都命上戰場 這時楚懷王才又想起 齊楚聯盟的重要性 又把在漢北流放的屈原給找了回來 吃了多次秦國困的楚懷王 這次接受屈原的建議 讓之前在秦國殺人的太子熊和 直於其以求齊楚聯盟反秦國 但楚懷王的個性到後期真的很反覆 才兩年時間不到 當秦公楚奪下楚國八座城池 秦昭相王逼楚求和 所以邀楚懷王在五官相會 那當時楚懷王看了這封信之後 對此事反而感到憂慮 因為他想去又怕被騙 不去又怕秦王大怒會攻打自己 屈原跟大臣昭居一起 力勸楚懷王不要互惠 說是秦一向有狼子野心 那這一次一定又是另外一個騙局 不可輕信 但此時楚懷王的幼子 自然怕失去楚王歡心 極力慫恿楚懷王前往 到了五官以後 秦昭相王根本沒出現 他找了一個人假扮成他 然後呢 立刻就把楚懷王給扣押了 帶到了秦國的首都咸陽 那麼這個時候 楚懷王才見到了秦昭相王 本來大家都是諸侯 身分並無高低 可是呢秦昭相王姿態很高 要求楚懷王呢 以見這個國君之力 進行敬見參拜 當然楚懷王不肯 楚國也是一個大國 所以楚懷王不肯 為了禮節之爭 楚懷王從此就被扣留在秦國 他還是能夠展現出 他是楚王的那種態勢 因為他沒有驚慌失措 他就不斷地周旋 楚懷王被扣的不惜消息 傳回國內朝野一片震驚 最壞的情況發生了 但怒大的楚國 怎可一日無君 為了該不該立新君 爭辯不休 國不可一日無君 在一日無君的情況之下 你就很容易被別人操縱 這個是楚國的臣子 在發聲說 懷王回不來的時候 他們所討論的 那事實上 這兩派的主張 一派當然就是要極力去營救 可是你要去極力去營救 就是鄭重敵人的下懷 因為秦國就是要你去救他 然後他可以借此出兵打仗 或是借此來勒索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另立新君 讓太子雄恆來繼位吧 所以屈原到齊迎接太子雄恆回國 是為楚寢襄王 楚寢襄王二年 韓魏聯合公秦到韓國關 楚懷王有了逃命的機會 楚懷王想要潛逃回國 被秦國發現 封鎖通往楚國的道路 那楚懷王不得已 從小路想要借到趙國 只是當時趙惠文王當繼位 不敢得罪秦國 因而拒絕楚懷王的要求 楚懷王無奈之下 只得轉投為國 那但是還沒有達到目的地 在半路就被秦的追兵趕上 於是又被再一次抓回秦國扣留 隔年楚懷王幽憤而死 那麼楚懷王病逝在秦國以後 秦國是把楚懷王的鄰舅送回了楚國 這個時候據說隱都呢 百姓是一片哭聲 大家都覺得楚懷王死得非常的淒涼 克死在一鄉 而且這個王他並無大貨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寶矛頭就指向了紫蘭 還有禁少這一派的親秦派 歇元前二九三年 楚懷向王六年 秦國派百起前往一雀攻打韓國 取得重大勝利 斬首二四萬 秦國於是送給楚王朱信說 楚國背叛秦國 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 決一勝負 楚懷向王很憂慮 就謀話在與秦國講和 但此時屈人卻說 楚國之所以會到現在這個地步 都是因為楚皇聽信殘念的結果 那這番話擺明了就是說 紫蘭是罪魁禍首嘛 當然以紫蘭來說 他非常的沒有面子 因為這個時候 紫蘭他的身份是另一 形同於宰相 他的哥哥 也就是當年的太子雄恆 已經當了這個楚清香王 被驅夫子這樣指著大罵 所以呢也種下了驅員 再一次被清香王流放到江南的命令 在司馬謙的死記之中 驅員以身殉國 同蜜羅江而死 驅員也跟端午節無關 因為最早把驅員跟端午節 綁在一起 是南北朝時南朝的文獻 那但是這份文獻呢 卻跟驅員跳蜜羅江自盡的時間 相隔了700多年 依照巴蜀地區的習俗來看的話 也許驅員並不是自成於江 因為巴蜀地區的人呢 他們比較不喜歡用自盡的方式 我們看到當這個楚懷王死了以後 驅員所寫的招魂裡面就可以顯示 他們不主張自殺 認為如果是自殺 將來你的靈魂不僅不能升天 而且不能投胎 所以也許驅員並不是自成於江 但是後人呢 被他的這個愛國情操所感動 所以就給他描述成最後自成於江 最多愛的靈魂 就是他的靈魂 他所以要擅長 此之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